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北宋为何一直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区 位于现在的河北、山西、内蒙古和辽宁等地 这个地区在唐朝时曾被统治过 但在五代时期却落入了契丹人的手中 而到了北宋时期却一直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痛点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那么北宋为什么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呢 有人可能会认为 北宋之所以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是因为北宋实力太弱 军队不堪一击 但是这种观点其实不是很准确 事实上北宋时期 军队是相当强大的 比如北宋军队采用的火药武器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 远远超过辽国和西夏的军事装备 此外北宋时期还有很多著名的将领 比如曹伟、杨叶、李进龙、曹斌等人 这些将领的军事才能和战斗力都非常出色 那么北宋为什么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呢 这主要是由于北宋内部、外部的重重原因所致 第一、契丹人的势力强大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辽国 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 远比北宋要强大的多 这使得北宋在与辽国的战争中 往往处于劣势 第二、北宋内部存在着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 这导致北宋政府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无法有效的调动全国资源来进行战争 北宋内部的党派斗争也很激烈 不同党派之间缺乏合作 甚至存在敌对关系 这也削弱了北宋的战斗力 这种情况下 北宋政府很难集中精力去处理燕云十六州问题 第三、经济方面 北宋与辽国之间还签订了多次和平协议 这也让北宋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比如 禅渊之盟就规定 北宋必须每年向辽国进贡白银河筹断 而辽国则保证不再侵犯北宋的领土 这些限制让北宋很难对辽国进行有效的反击 最后就是军事指挥能力不足 虽然北宋时期有很多著名的将领 比如曹斌、杨叶、狄青、宗泽等人 这些将领的军事才能和战斗力都非常出色 但由于政治环境不稳定和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 使得北宋军队在战争中往往不能有效的指挥和协作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